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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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拍完這個戲 我最大的收穫就是 不是啦 最大的收穫就是 我台詞很少 連法官 自己QQ 可以讓我好好講 連法官都沒有辦法 確定 釐清案情了 更何況是一個標題 所以無罪推定的原則非常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有同理的去看待每一個事件 就算今天出現一個標題 可能是你很討厭你覺得 這麼誇張怎麼可能 請你靜下心來思考一下 這標題真的是對的嗎 又或者只是一個輿論 不要聞風隨之起舞 所以我覺得這很重要 你會不會等一下就會被下個奇怪的標題 我們會開幹記者 我覺得同樣的都是 很有正義感的律師 那最大的差異就是 台語的部分 常常在走本的時候 我們在想說要怎麼樣開拓一個宇宙 讓他們看到 原來台語 在法庭上面是可以這樣做的 之前演最佳麗儀的時候 因為是一個一頭熱的菜鳥律師 其實就有點像是 花花這一次的角色 那這一次我擔任的是他的指導律師 有一種像是 好像看到從前的自己 就是會有這些反射點 就很無奈啊 我是有說 可不可以借一間監獄 讓我進去蹲兩天 讓我感受一下被關的感覺 對 然後不行 是沒有辦法做這件事的 所以我那時候是 請美術組幫忙 在那個 現在的廉政公署 就是以前的管訓隊 的那個監獄裡面 我有進去蹲了一個下午 然後那個下午 我就把自己關在裡面 然後真的只有一瓶大 我只關了一個下午 但楊明德被關了16年 如果問我的話 我自己會覺得光是 我們是看劇本 然後把它詮釋出來 可是這確實是一個 曾經活生生的一個人生的故事 那我自己覺得就非常的心疼 因為在這樣子一個 16年超過的一個冤獄案 然後我自己是覺得 這樣的心智的煎熬跟強大 是我自己在這看這整部戲 得到了很多的心思跟感動 才能容忍 怎麼回答 才能夠